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鲜香麻辣酸甜全部都融在这一锅虾里了 以鲜香麻辣闻名的小龙虾是如何用酸爽蜜料征服湖北人的嗜辣味蕾 我一次能吃个七八斤吧 吃着鸡喷都没问题 鸡喷 鸽子不用笼子养 屋里面放养的鸽子 它的肉质肯定会比这个在笼子里面养的的话 它会更紧致 更香 烤鸽子还要揉捏按压 稍微按按摩 这是我独家的秘方 不给我 拿胳膊肘给我推开了刚才 我勺子拿 哥 锅里拿 哥 那个勺子 这有品味的 金黄金黄的 这个油的颜色是 对 鸡油我们选用的是我们本地的黄油机 看似简单的烤鸽子里竟藏着这么多秘密 最好吃的就是这个鸽肝 对口味 非常好 你看我做食材用的是哪种花质 这两种不是一个品种是吗 不是一个品种 这真能尝啊 能尝 能尝 尝一下 你尝一下 古风鸡和大铁锅竟成为制作牛排的关键 八年了 八年 对 看豪横大牛排是如何轰炸味蕾 让食客欲罢不能 一肋肉 这个绝了 香的 这个特别好吃 跟随味道调查员探寻湖北襄阳 热闹夜市上的烟火滋味 哇 好火爆啊 提到宵夜想吃点什么 想必不少湖北人都会心照不宣地脱口而出 小龙虾 麻辣 蒜香 五香 油闷 红彤彤的色泽 极致鲜美的滋味 无时无刻 不再诱惑着你停下脚步 大快朵移 我一次能吃个七八斤吧 那是那样人 慕眠而来 我是天干粉色 咱们家吃个身 连个像样的殿堂都没有 大家伙却偏爱坐在院子里 就地大快朵移 想必老板一定有什么独门秘籍 汪老板 火灰莫烈了 谢谢 老板呢 老板呢 你好 来来来 走走走 老板 我特别特别想请教您一下 你们家小龙虾这么火爆 究竟有什么秘诀 秘诀挺多的 明天早上我带你去看一看 好吧 那行 明天我跟您走一趟 行 第二天一早 就看程大哥的店里 已经摆满了成堆的小龙虾 一个个张牙舞爪的 而程大哥他们每天的第一项工作 竟然是给小龙虾分公母 我们这儿的虾 基本上就是母虾是一两 公虾就是一两 还分公母呀 是咱们这虾 这个就是公虾 这个有两个小爪 看看没有 就在它的这个腹部的位置 有两个小爪 这个是公虾 这个就没有 但这个我感觉 这母虾比这公虾要大一点 就是母虾同等质量的 它的屁股大 它这个钳子小 公虾的它的钳子比较大 屁股比较小 给大家展示一下 咱们龙虾一份公母的 这大钳子的 然后屁股稍微小一点的 这个就是公虾 对 然后母虾的就是大屁股 然后钳子稍微就小一点的 对 与公虾相比 母虾不但个头大 肉质也更紧实台牙 那程大哥这次 专门挑了这么多母龙虾 是要做一道 什么口味的小龙虾呢 我最近搞了一个新口味的 晚上让你尝一尝 新口味 你确定是我没尝过的吗 没尝过 那我好好体验一下 待会儿 咱们的味道调查员 也可算得上是走南闯北的人 尝过的小龙虾 更是不计其数 湖南的口味虾 湖北的油闷虾 江苏的十三香小龙虾 四川的卢煮龙虾 就连小龙虾的原产地 江苏须仪也去过 连它都没有尝过的小龙虾 程大哥这个葫芦里 卖的是什么药呢 这个酱料是我们家自己熬的 我来看看 这到底有什么不一样的 它闻起来很酸 酸甜口的 酸甜口的 这是有那个化煤 山楂 红枣熬的 还有些别的东西吗 还有一些别的东西 对 这能透露透露吗 这我们家的秘密 秘密 秘诀之处这就是 程大哥说 结婚纪念日在即 他想给妻子一个惊喜 做一道不一样的小龙虾 今天做的是 我们最近新研发的一个口味 麻辣 鲜香 酸甜 几种味都混合在一起 这每个味单独拿出来 好像都是一道菜 这怎么还混合在一块了 这能好吃吗 好吃 有谁提前尝过吗 这味道 有 我尝过 就你自己尝过那不算 那接下来咱们 再要处理些什么步骤呢 接下来就先把这个锅烧热 倒油 拉一下油 好 下锅了 高温油炸让小龙虾 在一瞬间锁住体内的水分 当小龙虾通体变成 透亮的红色之后 就可以盛出 重新起锅烧油 放入姜蒜 大料花椒爆香 当然还有最重要的辣椒 毕竟吃小龙虾 如果辣椒放得不够 那就太扫兴了 再加入盐 生抽 海鲜酱调味 就轮到蜜质的酸梅酱登场了 我们的小蜜花出场了 蜜质酸梅酱 小龙虾是酸甜口味的 还是头一回听说 但只有程大哥一个人尝过的 创新口味小龙虾 真的能像他说的一样好吃吗 哇 这个漂亮 倒入啤酒 经过炖煮 留下麦芽的鲜爽口感 大火收汁迅速翻炒 高温和燃烧的油汁 让所有的鲜味在一瞬间升华 咱们这是不是可以出锅了准备 用没有加一条麻酱 好 出锅前再加入湖北人中爱的麻酱 增添最后一味 香 哇 好火爆啊 太好了 好香啊 而且咱们这个香味飘出来都是复合的 鲜香 麻辣 酸甜 全部都融在这一锅虾里了 是不是可以出锅 好 可以了 感觉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到此 麻辣 酸甜 鲜香 六味融合 全味成现 来 尝一下 好 先尝一尝啊 你先拿到 这么好横 整个作味一下是吗 好烫啊 咱们家的那个酸梅酱的味道 比我想象中还要浓郁 就酸甜口的滋味在这个虾肉里面 显得特别突出 对 你这一人能吃多少个 吃着鸡喷都没问题 鸡喷 虾王不会是虾王 这酸甜味的小龙虾 还是头一次尝到 那程大哥的灵感是从何而来呢 原来这背后还有一个甜美的故事 我跟他在一起 就是吃虾子在一起 真的啊 成了我的 我要赶紧开始听故事模式了 也是我下班回来给母亲店里帮忙 跟着她的朋友一起过来吃饭 经常过来吃 吃时间长了就认识了 你是不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盯上人家了 差不多 就一来二往 一瞎结缘这是 对 哇 还挺浪漫的 原来是爱情给了外表粗犯 但内心温柔的程大哥一个甜美的启发 妻子口味偏甜 在结婚纪念日这天给他一个惊喜 是程大哥能想到的最浪漫的事 放眼全国如果说到夜市美食之王 那烧烤必在竞争之列 毕竟没有什么事是一顿烧烤解决不了的 如果不能那就来两顿 鸽子好吃我来过来 又酥又嫩特别好吃 而在襄阳却有这么一家东北烧烤 竟然能在激烈竞争的宵夜江湖中 占得一席之地 最好吃的都是这个猪肝 对口味 蝎很脆 肉很嫩 听说这家店有一款爆款宵夜 今天我可是冒着减肥失败的风险 来亲自尝一尝 老板 老板 点餐 点餐 你好 来了 这位正在烤价钱忙碌的 就是这家餐馆的烧烤一哥 黄城镇 他们家的招牌烤鸽子 就是出自他的手中 谢谢 谢谢 专门来我们家吃鸽子 对 听说你们家这是爆款的 对 对 还行吗 外胶里嫩 外面那层皮是薄薄的 脆脆的 对 是这样好 我不仅是来找好吃的 我还想学做这个好吃的 是我能向您学习吗 可以 可以 今天晚上我还在忙 明天你来鸽子房找我吧 我给你发个位置 行行行 黄大哥 我来了 我来了 你们这地方好大呀 先别说了 该招牌吧 现在就开始抓了 刚一进门就看到满屋的鸽子 抓到翅膀了 黄大厨说 烤鸽子好吃的第一个秘密 就藏在这个屋子里 让味道调查员好好找找 好累 刚才太费体力了 费了好大的力气 累得满头大汗 鸽子都抓了一整箱 也没见到黄大厨所说的秘密是什么 因为我们屋里面放养的鸽子 它是常常有运动的 运动过后的 它的肉质肯定会比 这个在笼子里面养的话 它会更紧致 更强 原来 黄大厨把鸽子买来后 一定要再养20天以上 充分的活动空间和运动量 让鸽子消耗掉了多余的脂肪 肉质也变得更加紧实 食材获取完毕 神秘的烤鸽子 也终于可以开始制作了 而在满桌的食材中 有一盘油引起了味道调查员的注意 金黄金黄的这个油的颜色是 对 鸡油呢 我们是选用的是 我们本地的黄油鸡 一般只有饲养一年以上 用五谷杂粮 青草蔬菜喂养的走地鸡 才能长出这种金黄丰润的油脂 这种鸡油不但颜色金黄明亮 还富含鸡肉的鲜香 无论用在火锅还是烧烤 都是油中上品 鸡油冷油下锅 小火慢熬 待油颜色变得金黄之后 再放入香叶八角熬出香味 就可以盛出备用了 你看这个油 真的是金黄色的这个油熬出来 对 对 这就是我们选用黄油鸡的特点 就在这儿 咱们熬完了鸡油之后呢 我勺子呢 哥 这儿 那个勺子呢 这有比例的 勺子有比例 对 就是你家的这些料 调出来这个汁 是用这个勺子做比例的 对 对 对 这个可是我的宝贝 刚找到重要的小勺 就看黄大厨又拿出了一个 装满透明液体的大罐子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呢 这是我掉了一夜的高汤 有鸡汤 有猪瓣骨 还不能用大火 大火掉出来的汤是白的浓的 这是纹火掉出来的清汤 用整鸡加猪磅骨 纹火喂了一夜的高汤 颜色透明鲜亮 不但熬出了所有的鲜味 还保证了清爽的口感 这也是最重要的食材之间 重要是重要 你得告诉我怎么做 接下来的话我给你调一下 你就知道了 好 一勺高汤 半勺鸡油 一勺这个酱汁 这咬了一勺的酱汁 这里边放了些什么呀 我感觉有点那种 齿油的味道是吗 有 是有 但放的东西多 这能不能透露一下吗 这是我同家的秘方 不给我 拿动物手给我推一看 不能跟你说 轻微的动作 好 再加半勺这个葱姜水 这就是您的秘密武器了是吗 没有 秘密武器 还没出上 对 鸡油 高汤 逆质料水 一个看似简单的烤鸽子 居然藏着这么多的秘方 那这好不容易配好的料水 该怎么用呢 好 赶紧按住 按 按一下 对 稍微按按摩 用手揉捏按压 保证料汁被均匀地吸收 黄大厨说 他烤鸽子的手艺 是从东北学来的 但是东北的烤鸽子 都是去皮烤的 为什么黄大厨的鸽子 却个个都带着皮呢 因为南北差异嘛 我们这块人接受不拥 对 你只能想着改变 带皮跟不带皮 它那个味道区别是什么呢 不带皮它柴一点 带皮的话 它就稍微嫩一点 好了 穿好了 这是不是可以开烤了呀 是 我们在哪儿烤呢 这鸽子 你转身看一下后面 这是黄大厨 为了制作烤鸽子 而专门定制的黄泥炉 但味道调查员却发现 炉子中已经放入了一些 包裹好锡纸的鸽子 难道一种鸽子 还需要两种做法吗 原来黄大厨特制的烤炉 可以同时进行两种烤法 来满足不同客人的口味 锡纸包的鸽子软嫩多汁 直接挂炉烤的则焦香味浓 嚼劲十足 经过四十分钟的闷烤 当鸽子皮变成了枣红色 开始低油的时候 就说明可以出炉了 开门了 它都浇得低油了 再往下 这已经烤好了是吗 对对 这个样子就目前已经烤好了 这个是能直接上桌吃了吧 是 是 那锡纸的呢 锡纸的还要稍微 在炉子上再加工一下 待会还要再加工一下 包裹锡纸烤出的鸽子 虽然肉汁丰富 但是表皮湿软 上桌前需再用明火制烤一遍 才是这道尼鲁烤鸽子 拥有一层香脆外皮的关键 但就在烤制的过程中 味道调查员又发现了 黄大厨一个奇特的操作 您这怎么拿着一个干刷子在这刷呀 不沾点料什么的吗 不用不用 就用干刷子 把表面多余烤出来的油刷一下就行了 就用这什么料都没沾的刷子 原来特意保留下来的鸽子皮中 含有丰富的脂肪 用干刷子使劲按压 可以逼出皮下多余的脂肪 吃起来口感更爽脆紧实 刷子两面翻飞 鸽子皮变得愈发黄亮诱人 上桌前再配上烧烤小料 这道外皮酥脆 肉汁浓郁的尼鲁烤鸽子 就大功告成了 在哪个地方吃得太香 香 酥 外 咬 尼鲁 雖说难烧北烤 但这道尼鲁烤鸽子 却是又烧又烤 一举突破了南北的界线 成就了一道独特的融合美味 好 我们拔头来 物色四合 华灯初上 宵夜开席 大口吃肉 大口喝酒 据说来这家店吃饭 必须要放下坚持 店主梁韵涛因为太爱吃肉 因此也被客人们亲切地称为二肥 来 单走 好了 烤肉 卤肉 炖肉 肉的吃法被梁大哥发挥得淋漓尽致 但让梁大哥家生意如此火爆的王牌 却是一道牛排 这个肉真是绝了 还有一种特别浓厚的 花生的香味 香得很 这个特别好吃 美女好 梁大哥说牛排好吃的两种灵魂蜜料 就藏在这一大片农田里 太酷炫了 真的 带着疑惑 一大早 味道调查员就来到了 和梁大哥约定的地点见面 但周围的农田 怎么看都跟牛排搭不上关系 你知道这什么吗 这是什么呀 这一颗一颗的 高高的杆子 白色的小花 还长着好多像豆莢一样的东西 这是什么食材呢 梁大哥让味道调查员先尝尝看 这这能尝啊 能尝 能尝 怎么是甜甜的那种 对 这是还没有长成熟的芝麻 它就是嫩的 它比较甜 香阳气候四季分明 所产芝麻颗粒饱满 富含芝香 最适合烧烤 梁大哥说 新鲜的芝麻要在地里晾晒20天以上 等到外壳枯黄开裂之后 才能使用 叫做我们的树芝麻 这就是咱们要用的是吧 对 这个就是那种平常咱们吃到那种脆一点的了 酥一点的那个味道了 对 咱们抱两口走呗 好 走 走 但这么多的芝麻要怎么取出来呢 梁大哥说它自有神器加持 小伙儿你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吧 这个我好像小的时候在外婆家看见过 是那种打稻谷的是吧 这个叫缝瓷 也可以打稻谷 也可以瞧芝麻用 这是个缝散叶子 这得转 对 得转 因为芝麻它比较轻 它比较稻谷轻 所以缝你要小一点 对 这样行吗 对对对 行 咱试试呗 好嘞 我来转这个 你来打是吧 稻谷的脱壳器居然还可以筛芝麻 上面一边用棒子敲打 下边一边用手轻摇着风扇 风吹掉了比芝麻更轻的碎屑和杂质 雪白的芝麻顺着下面的木槽 全部落在了竹壁子里 现在这是我们这儿走过的季节 我带你去那边看能不能丰收的喜悦 行 走呗 去完之嘛 梁大哥说 做牛排还需要另外一种灵魂蜜料 此刻正等收获 为此他还安排了一场比赛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来宾 还有各位父老乡亲们 大家上午好 鼓掌鼓掌 欢迎来到第一届襄阳拔花生大赛的现场 首先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 本次大赛的王牌选手 他们分别是阿尔菲先生 阿尔菲第三 还有他的劲敌老驱头 还有咱们美丽的姐妹花战队 还有本次的种子选手 大小宝战队 可以 各位选手都摩拳擦掌 究竟谁能拔的头筹呢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三 二 一 开战 加油 速度 速度 太好吃了 嘴没停了 来一口呗 够够的了是吧 但这花生真的好甜 继续比赛呢 本以为只是普通的花生 没想到竟然这么好吃 难道这个花生也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梁大哥说 跟他去别的花生地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你看我做食材用的是哪种花生 这两种不是一个品种是吗 不是一个品种 我看这边这个个头大好多 你别给尝尝看 看一下 这颜色是完全不一样的 一个是粉白色的 一个深紫色的 你猜猜我用的是哪一种 我尝一下呗 这一个大一个小 一个浅一个深的颜色 好甜啊这 好甜 尝尝这个 别看这紫皮花生它个头小 但我感觉它甜度更高 所以说我们做菜 都用的是紫皮的花生 用的是这个小个的 对 就是这样 那咱们采一点呗 好 原来这是本地特有的紫皮花生 虽然生长周期缓慢 个头还小 但富含花青素 口感和味道也更好 咱这花生说的差不多了吧 是 差不多了 到此 花生和芝麻已经获取完毕 接下来就该轮到 真正的主角登场了 您今天跟我说 说吃牛排 我以为是咱们平常吃那种小块煎牛排 你想到这么大体量的 这大牛排骨是吗 是的 这有多大呀这个 这是半身牛排 都是一牛里半个肋骨 那咱第一步先是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先炒锤 好 那咱们就先下锅 好 整扇的牛肋排虽然略显简单粗暴 但却像极了梁大哥豪爽的性格 带水沸腾去除血沫之后 梁大哥说下一个步骤就不能在这个地方展示了 肉来了 肉来了 这么沉 这是我的秘密基地 就在这儿是吗 对 你还专门弄了一小块地方 就是打了个棚子专门做卤菜 这是我私人领地 就不让人来人家进来的时候 对 原来梁大哥的秘密基地就是他专门制作卤味的地方 那这么一大锅的卤汤中到底有何神秘之处呢 这锅卤汤感觉这有一段时间了吧 感觉卤了之后颜色还挺浓的 这卤汤有八年了 八年 对 正说着 就看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件神器 这才是我真正的秘密武器 这什么里边装的 全部是料包 人家卤料包都这么小一个 你这这么大一个 对 这里面都是我自己配的 放了些什么料大概 大料都有 比如说八卷 桂皮 香叶 白纸 百扣 等等等 都有 等等 这里边就蕴含着各种密料 对 这是这样扔进去是吧 对 把它放进去 来 我爱的梁大哥 连用的厨具也全都跟他一样 不但大支 还都是圆滚滚的 然后你把这个牛排像这样 顺着锅边 然后丢下去 放入料包 下入牛排 两个小时的小火卤制 赋予了牛排 腌制所不能企及的复合滋味 但梁大哥说 光卤制可还不够 要想做出真正好吃的牛排 还必须再经历一道工序 那就是上架烤制 这个现在可以下 下去烤了是吧 下可以可以了 你看烫我起来了 是不是 放在上面 一块块 咱们家这烤的牛排 跟别家就是不一样 对 从个头上取胜 因为你看二飞哥 都这么大个嘛 充满卤汁的肥厚牛排 在炙热的烤架上滋滋坐下 溢出的油汁混着卤汁 滴落在火红的木炭上 整条街都飘满了 让人欲罢不能的肉香 香 看着都香 咱们还要撒一些什么 调味料什么 你看 调点都在后面 有辣椒皮 辣椒面 椒盐 自然粉 然后这是我们的 我们的紫皮花生 这是我们的紫皮花生 对 咱们辛辛苦苦 这是拿回来的紫皮花生 等一下把这个紫皮花生 放在上面 给它烤熟 持久 给它捣碎 捣碎了以后 撒到牛排上面 你看 烧烤架上架小锅 对 放里面 再放一点 多放点吧 对 多放一点 好 然后用这个签子 将芝麻和花生 放在炭火上 翻炒出油汁和香气 再用石就捣碎 最后撒在烤好的牛排上 但这么使用 也未必太简单了吧 然后蘸这个芝麻酱 哦 用这个是吗 对 正当味道调查员 还在纳闷的时候 梁大哥又拿出了一份 神秘的酱汁 原来这个酱汁 才是梁大哥牛排 好吃的最终秘方 将花生和芝麻打碎 加入香油搅拌成泥 芝麻浓郁的香气 与花生甘甜的口感 形成了绝佳的互补搭配 再加入梁大哥自己调配的调料 和辣椒油 这份秘制的灵魂蘸料 就制作完成了 卤汁鲜香 制烤焦香 酱汁醇香 花生芝麻碎的香脆 辣椒的刺激 再混合着卤香的回味 看似豪放的烤牛排 一瞬间竟成了一道 关于烧烤的艺术 烤牛排了 手持大鼓 肆无忌惮的大口嘶咬 才是这道炭烤牛排 最痛快的吃法 更是让人们 卸下一整天的疲惫 套劳自己身心的最佳方式 百般红尘味 接入烧烤中 每当深夜到来 黄大厨都会再次点起炉灶 用独特的烧烤滋味 迎来天南地北的时刻 来襄阳 别忘了尝尝成大哥的 三田小龙虾 说不定 您也能找到 爱情的滋味 还有大牛排 和可爱的梁大哥 火红的炭火 给这座小城的 每一个夜晚 增添着热辣辣的情趣 宵夜是安抚一个 城市夜晚的精灵 而这些深夜的美食味道 对人们来说 不只是 对劳累一天的犒赏 更是人们对烟火滋味 和生活琐碎的 意犹未尽 来 单走 好了 到牛排了 拿着给 没报告 我认真给这些 没有 我认真 está 手相